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你來到天狼美食這個頻道,我是杜師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個就是老五花肉雞蛋 將用過滷水汁,可以反覆使用,如有興趣滷水汁的配料,可關注視頻結尾的推薦,謝謝 適量加少許的鹽、酒、生抽、老抽 雞蛋慢火煮六分鐘左右,然後焗十分鐘,量後剝殼備用 不就能夠令人快樂的看下去,你不要用上半日了,很多 et不可能 还一 Biz話,我們去查吧,結果事情是不知給你 我們請客人少許多了,我們請約六十分鐘,如果請結局 我們可以同一個想法,你請問一下,和我之下 小朋友請問,我請開始的話,請高興 我們請問,請回家,開箱自來自拍手,我們請 入獄,我們有宣傳人物,請多元曼二、三為兩千萬元 有聖誕 豬肉慢火滷一小时十分钟 放鸡蛋后再滷十分钟左右即可 稍量后至见 传统美食味道香濃酒香药菜风味醬油野味可口好下饭留下老汁开餐方便 谢谢您的分享下期节目见拜拜